今天是在我们先游度围 这是我们自己家门口家乡的文旦又成熟了 现在我们想的是到底是要包园的货 还是直接收这种已经挑好的一个货 所以我们今天是过来 我们判断一下新年的果包园的话 它的折损率是有多高 是不是在我们的成熟范围之内 所以大家今天帮我一起把关一下 光顾的车了 果肉细腻 在我们文旦又生上 不存在干水这个问题 随便 随份 怎么样 像这个果园的话 它大概预估可采50万斤 我们的金苹果是1.2到2斤这种 它的占比应该是80% 要预估一下 你看 好不好拨 我 我 我 没什么 我 帮大爷把这些不好摘的给他摘了 这个也好吃 这个好吃是吗 看一下 这个是夏树的原果 我给他开一个优点很多 它的缺点就是长得丑 长得像蹭头 它的皮的话跟我的脸皮一样厚 给你感受一下什么叫滋拉感 看一下 好不好摘 没有下馅哦 非常好摘 玻璃感 先吃一块 一块跟 你这种我这都是爱豆呢 大九年这块 这个厨子很大 我们大叔说 比较大优 他的汁水真的叫 一点渣都没有 它的纸很小很小 没有虾线 什么叫做玻璃感 这么乖 虾平台上有非常多 都会说是多少年老树 30年40年的老树 但是其实非常的少 我教一下大家怎么看树林 我们的文旦佑上面会有这一横一横的这种刀切的这个痕迹 一横的话呢 它就代表着一年 但是这个是从文旦佑5年以后 第6年开始 1 2 4 5 6 7 8 9 4 15年 十几年 二十几年 三十几年 其实这都是算成熟的树 一味的追求三四十年的树林 其实真的 所以本地人是真的跟你讲很少很少 可能也轮不到我们去吃 柚子每年我都会做 那今年的话呢 这么迟迟没有做 其实大家都知道今年气候的原因 它是比晚年晚了一个节气 国庆之后 它的口感就会相对比较稳定 其实这两年做柚子吧 特别是今年发现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就是很多柚子口感还没有上来 然后大家就提前采摘 那很多很酸怎么办 对于我们这种卖的人来说 看到身边的人都卖 而且卖的那么好 心里不躁动的话是不可能的 但是每当这个时候一定要跟自己去讲 一定要做好瓶子 我们做的不是这一年 做的不是这一场 我们要把它稳稳的做到结束 我们明年还要做这个东西 你可以看一下这地上炒 它是绿色的 因为我们这种传统的一般都是采用物理防虫 而且我们合作的果园的话 合作过很多年 知根知底 所以我们还是准备要包园 后面还是要再考虑删却一些东西 等口感完全稳定的时候 什么样的一个包装方式 都要考虑 其实我们现在的人真的都很急躁 做什么东西 我们都想挣快钱 但是就像这柚子树 我们都知道年龄越高 口感越好 人生也是一样 像这个果子 没有纯甜的 也没有纯酸的 八九分的甜 一两分的酸 都在我们的可接受范围之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